所谓的独子尖挑是什么意思?在清代有什么发展? 作者,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,继过弩学社青年会会原来小凡宗法制,自从先秦时期发展成型后,并没有随着秦的一统天下,而与丰邦建国一起走进历史的尘埃, 而是在广大中国民间得到传承与变革,其生命力与适应力愈发强大,并在中国明清两代最终定型并走向收束期。 清代宗法制度中有一个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条目,称作独子尖挑,但这个制度又是清代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现实做法。 以下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独子尖挑的意义,以及它再有清一代的发展演技。 传统宗法制尖挑,民间也称为一子鼎二门,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宗族特殊的继承方式,尖挑的条件比较特殊,一般是说在家庭中同时存在几个亲兄弟, 但这几位兄弟中尤且只有一位拥有独子时,经过家族商量和取得独子父亲同意后,独子除为自己父亲连续相伙外,还要同时继承父亲所有弟兄之宗挑,各方及众书伴均为为其取妻,所生之子就相应地能够继承各方之嗣, 所以义则有时候不一定只顶二门,可能会负担多门的延续任务。 嘉靖皇帝间挑做了一个民间习惯,存在历史,很久至少早宋代就有文献资料记录了,相关做法和事例, 但历代官方对此制度的态度可谓暧昧不明不会明显地予议,支持也不会公开表示反对, 明代政治史上十分昭明且影响深远的大礼仪,实际上也有尖挑的影子, 众所周知嘉靖皇帝诸后宗,出身于河北安路州实际上,是与皇帝宝座无缘的普通亲王。 但明武宗壮年叙事没有子嗣朝廷,因其兄弟诸后宗, 前来继承皇帝位围绕者皇统和血缘关系上, 嘉靖皇帝与朝臣召开了大规模的论证论证的具体内容, 猛无需冗数但嘉靖一方面要承认父亲亲献王的地位, 同时还要作为武宗的兄弟去,入奉宗挑。 有学者认为嘉靖皇帝开创了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的先例。 历史进入清代,中国的宗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, 宗族制度也愈加繁复细密,民间的尖挑事迹很多, 但真正得到朝廷重视和认可,则是在干隆年间。 当时户部就军营中并忙惹喝吴子寺的情况, 请示干隆皇帝能否实行独自尖挑, 素来标榜以仁孝至天下的清帝干隆下照称, 其人士其屋后,当然可以一人呈两户宗寺。 后来清廷修订律法时,就开始将这样的案例, 吸纳入大清律地,认为家族中缺乏继承人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之下, 准其成绩两访宗调, 自此,最高统治者及朝廷都将独自尖挑纳入法律许可的范畴。 道光皇帝至道光年间,清廷修订理不择历史, 又针对尖挑子取习的问题进行了补充立法, 使得相关立法更加完善。 清代中期以后,国内战火连绵,人口减损, 尖挑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实行的必要与可能。 由于历史惯性,尖挑婚姻延续时间很长,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战英殖民政府, 还曾专门立法禁止尖挑婚姻再出现。 参考资料,徐静,论清代民事习惯中的尖挑规则, 控朝地,清代独自尖挑制度数论。 郑小悠,清代独自尖挑研究, 冯尔汤,清代宗族制的特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